儲存改變的話 那會變成一條線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因為會用到篩選功能 會壓扁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以後如果你看到這種問題發生的話 很簡單 就按滑鼠右鍵 控制項那邊的格式 改一下摘要資訊 按確定之後 他就不會 不會再變形 OK這個等一下把它改回來一下 不然的話以後 奇怪查一次就壞掉了 那這樣的話 可能 用你的系統也會覺得你這個不牢靠 好比如說再查 比如說查人愛錄 這個可能要全部都要改 你不能只有改一個 這幾個都要改 按下去 比如說查 人愛錄 就是入人愛錄 按確定 又查到了 人愛錄就在這裡 這幾個會員 然後他們的資料 看一下 按鈕 這個又變形了 為什麼 因為剛好漏掉 按右鍵 這個 改一下 如果改完之後 他就不會變形 怎麼去做 所以 等一下我們可能 會教的大概步驟就是 第一個 先把BPA做出來 第二個做一個查詢系統 簡單的 這非常簡單 大概 兩三下 你每一個 檔案 如果資料多的時候 都很兩三下就可以做一個查詢系統 如果你有這個查詢系統就很方便了 以後的話 反正你要什麼撈 馬上就撈出來了 然後最後的話 當然可以資料庫 不過這個資料庫會比較難 我們看時間如果來得及再講一下 另外還有什麼 除了這個之外 插入函數裡面 當然一樣 使用者制定 地址 一個地址函數 按確定 一個蘿蔔一個坑 如果說 我希望能夠制定的話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方勸 那你比如說一個蘿蔔一個坑 有沒有 那你 只要把這個填完之後 答案一樣會出來 可是 發現這個還是沒有剛剛一鍵來 一鍵完成來的方便 因為 你要填這麼多 按確定 當然一樣會結果會出來 不過可能會點很多東西 感覺還是按鈕比較厲害 OK 好 這裡的話請各位 試一下 如何把這個先做出來 等一下我再解說怎麼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會怎麼樣做 第一個先把那個 這個地方 先寫個清楚 假設輸出 清除 清除應該會寫吧 所以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先寫一個清楚的話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叫做地址清除好了 好這個 那清除的話 比較簡單 一定是有個回圈範圍 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那我可以從A2去偵測 就是從那個 姓名那一欄 去往下偵測 到底 這個總共會有幾列的資料 這個前面講過 那把K欄 這個是K欄 裡面的資料清空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清空了 OK 第一個就完成了 所以這邊清掉 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地址 那你要怎麼樣快速串接 其實道理跟剛剛那個公式 其實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 你要把 那個哪一欄 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是寫成這樣子 這個 這個用Sales Sales 那個I B 有沒有 去取代 這個是CD 意思類推 那這邊如果有邏輯判斷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邏輯判斷 然後後來串接 那 可能比較有關鍵的地方的話 就是那個S部分 就是這個串接 那怎麼 所以 你可以把上面這個地方 複製貼過來 修改 改呢 這個地方 本來是空的 沒有給它東西 那 只是差別是說